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里是湖北省江凡市 一个非常不引人注意的地下方空洞 当时我吓了一跳 哇 怎么这么那么复杂 此时一双双犀利的眼睛 正紧紧盯着洞内危机似乎的每一个警动 这是一次危险系数很高的行动 每一位鹤枪实弹的民警都精神高度其中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对手 一切结果就在这毫里之间 所以大家必须格外相信 2012年11月10日下午4点30分 襄阳市凡城公安分局的民警们突然接到命令 奔赴市区繁华地段的某边管 执行一个重要阵域 大家知道此次行动是打破僵局的唯一机会 因为这件事正牵住着所有人的心事 在湖北省襄阳市这个幽静的小区里 九岁男孩小童一家就生活在这儿 小童的爸爸经常多年 经常奔波在外 所以家里平日里妈妈打点着家里的一切 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 和睦的家庭氛围 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正是这个人人羡慕的美满家庭 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降临 阿峰今年38岁 高中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当地一所重点大学的财务审计专业 毕业后 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专业的金融知识 通过几年的打拼 在襄阳市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宾馆 一家酒店 并且还在郊区承报了一个龙虾养殖场 生意风生水起 家里的大房子也是一套接着一套的质版 一个139 一个142 由于生意做得不错 所以年轻有为的阿峰 在当地各行各业 广交朋友 几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就在阿峰的视野蒸蒸日上的时候 卓有眼界的他并没有一味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之中 而是开始刻苦攻读法律 在熟读并掌握了数万条法律法规 通过了二十多门科目的严格考试后 阿峰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个学位 法学学士 那会儿年纪还不大 还能记忆力还好 还能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在大家眼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 今天需要做一件事 一件谁都难以想象的大事 当时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 反反复犹豫 也明知道走这条路 至少不归路 既然知道是不归路 说明阿峰开始就明白 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并不高 而且一旦败路 将承受什么样的后果 熟知法律的他更是心智肚明 有三种 情节较轻 情节较严重 情节特别严重 这种可能是十年以上 即使有可能面对十年以上的刑期 阿峰也没有打算过放弃这个计划 他非常了解自己 这么多年学习财务和法律的经历 让自己拥有了努力的判断力 和一颗沉静的心 半年多以来 为了这件事 自己已经费尽了心机 只要考虑周全 肯定有机会一搏 三十多次的踩点 现在这个小区 在阿峰眼里 早已比自己的家 还要熟悉 要想成功 必须详细掌握对方的家庭情况 以及作息时间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错动 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买了一个腕金 腕金 看他放学的时候 是个无限的 一个摄像头很小 摆在咱们家门口 隐蔽角落里就行 他总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不要着急 为了让自己掌握的情况更多 这样的监视工作 他会分散在每个月的 不同时间来做 也许这样能够更周详一些 时间规律都是一样 放学的时间都是一样 然后就是 期间 之前也有几次 他的一个人回来 也犹豫不敢动 阿峰的心 不停地拨动着 对方的情况 已经了解透彻 接下来 每一个环节的计划 也已经非常重力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不能再犹豫了 他再一次 下定了决心 平静的周末 厄运从天而降 电梯里的秘密 小区里的鬼 周密计划后 实施的精心布局 九岁男孩 危在旦夕 黑洞惊魂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今天是周五 一早起来 想想明天就可以拿着新买的玩具 去找小伙伴们玩 已经上四年级的小童 心里就忍不住的一阵快乐 收拾好书包 和家人简单道别后 他便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家门 今天这个日子 对于阿峰来说特别重要 对于行动计划 他已经想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成败 就看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了 到时就其他的有什么都不过 在控制好一切后 阿峰按计划直奔二十层 那个空置的房屋 可是当电梯运行到十九层时 电梯门突然打开 阿峰立刻听到了自己异常的心跳 一直都很紧张 幸好没有人进来 否则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已经这个时间了 小童为什么还不回来 学校里家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 平时这个时间早就进门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调皮被老师留下来的 还是在路上贪玩贪客 小童的妈妈越想越担心 开始四处寻找 此时小童的妈妈心里 已经越来越发慌 老师和同学都看见儿子放学后 就往家走 可是这都一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连人影都没有见到 一种不想的预感 让小童妈妈不敢再想下去 心急如焚的她 连忙到物业公司求助 希望从小区的监控录像中 寻找儿子的身影 这是中午十二点十分 小区正门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的小童和同学一起 有说有笑的进入了小区 小童妈妈连忙找到这名同学 反复询问 小女孩一脸茫然地告诉她 进入小区后 就和小童各自回家了 难道孩子在之后遇到了什么事 明明人已经进了小区 怎么会没影呢 小童虽然贪玩 但是很平靠 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 在楼道里的监控录像中 小童妈妈又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人已经到家门口了 会出什么事 连着故障被抢到那 或者跑楼顶去玩 发生意外了 小童的妈妈心乱弱 就在这时 她在外地出差的小童爸爸 正飞驰在高速公路 一路往下站 因为就在几分钟前 她的手机收到了一条 让她大为震惊的短信 这个绑匪快 等于是 这个我这孩子在她手上 这个叫我 都没三秒 小童爸爸的心 紧紧就在一起 他努力地回想着 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 自己也因此 格外注意安全防范 没想到防不胜防 防匪的威胁让她背开忧心 不论报警 如果再报警 那肯定得儿子要进10票 如果报警得儿子要10票 下次还要再帮我小儿子 我当时 就我的感觉 我觉得很 很惊讶 我说 现在的范城 有很长时间没发绑架案 第二个 我觉得绑架案 是一个比较 比较底级的一个 虽然说 虽然说挺到很 很暴力 但是一个 这个低级的反击 但是对于阿峰来说 能做到今天这一步 已经实属不易 针对我来选择 好像 技术含量稍微低一些 容易一些 此时的阿峰 按照计划 开始将孩子运离小区 对于一向文质彬彬的他来说 刚才在小区里的一切 简直是一场噩梦 因为他时刻都在害怕 被别人察觉 时刻都在担心 被自己的恐慌所打倒 此时在范城分局的办公室内 接到报案的侦察员 已经开始研究对策 孩子是在电梯间消失的 那里应该就是绑匪下手的地方 但是警方发现 电梯里前两天还好好的摄像头 现在居然莫名其妙地坏了 这个重要的线索断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所以他把这个小孩弄走 从这个小区绑走 肯定要用交通工具 不可能用个麻袋一装 扛着出去 那么明显的事情 他肯定不会做 所以说他肯定要用交通工具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到了视频 我们调取了大量的视频 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们想到肯定要会查点 于是警方分成基础 开始对小区及其周边的所有录像进行查看 大家坚信 答案就在其中 监控录像中 两名男子疑点重重 步步紧追 嫌疑车辆意外消失 依次精心预谋的绑架 一场艰难被动的煎熬 警方将如何走出困境 黑洞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2年11月9日 家住襄阳市某高档小区的九岁男孩小童 在进入自家小区的电梯时 突然遭到绑架 为了寻找线索 警方在小区及其周边 调取了大量监控录像进行查看 这是小童放学途中的监控画面 画面中我们看到 这个穿蓝衣服的小男孩就是小童 放学后 他正独自往家走 在反复观看后 警方发现 此时在小童的周围 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的重现 在进入小区时 小童遇到了和自己住在同一小区的女同学 两人有受有效 几段走进了小区 两人分开后 小童进入了自家的楼道 顺着这段画面 我们再往前看 注意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是小童进入楼道前的画面 此时 有两个戴帽子的男子 刚刚从电梯内出来 刚走出楼道几分钟 他们又突然返回 这时 紧随其后出现的 就是刚刚放学回来的小童 这挖子还没拿着 这挖子还没拿着 延续下课看 结果有没有发现 反显然人和小孩的种籍 那么说明 小孩一上电梯 在电梯关系中 找到了帮匪的借此 但是肯定是不 出口的时候 肯定不是从电梯里面出口 另外一条通道 那都是地下车库 小区的地下车库 四通八达 警方开始对案发时间段 经过的每一辆车 进行筛查比对 最终发现了一条可疑的迅速 在11点144分的时候 有一辆黑色的 这个捞宽立赏车 车外面的RF 一地遥救屋 发现这辆车 是个盗盘车 整设的派子 是一个深圳普航 烂业车里 此时的阿峰 已经按照律仙的计划 和同伴逃离出了小区 他们的车 正朝着一个 自己精巧细选的地方驶去 到了那里 一切就安全了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 谁都不会找不到 阿峰知道 现在什么也不能多做 只需要在这里 静静地等待 就一定能成功 在锁定了这辆可疑的黑色轿车之后 侦察员开始在交管中心 根据监控路向 顺着这辆车离开小区后的行驶路线 开始一路追踪 侦察员惊奇地发现 这辆车一路上从未停过一次 每当预见信号灯 它就会选择右转 然后继续保持快速行驶 然而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当车开到一个十分繁华的地方后 消失 既然是绑架 怎么会选择这么热闹的地方 嫌疑人的行为 似乎不符合常理 侦察员有些犹豫 车上的人是绑匪 还是在小区里 碰巧遇到了这辆违法的套牌车 不管怎样 必须在这里找到这辆车 二次时 在藩城区公安分局的会议室内 林警官已经如足挣扎 一般的绑架案子 犯罪嫌疑人 一般会主动地跟受网人取得联系 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心理处置好 他当时我记得是 11月9号的下午2点15分 发了第一条短信以后 一条短信都没发 此时的等待 如同一种煎熬 五个多小时过去了 嫌疑人没有任何动静 以根本不发短信 催促赎金的事 这种异样的安静 让警方感到强烈的不安 从他的整个天后 都想看着人 这一种感觉 自业的感觉 不想让他处出 处出惊恶 但是呢 这个 酒怕 苏人状 所以 苏人状的话 人知是最有生命安全的 一个多小时后 负责在外侦查的民警 传回消息 他们已经在那片繁华地带 找到了 停在隐秘处的嫌疑车辆 那么 这会是绑匪的车吗 不管怎样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紧紧地 叮嘱它 那是必须是不简单的 二十小时的不简单的 就要把它盯住 十个小时过去了 此时在阴暗的防空洞内 阿峰的心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 多年奔波和努力 那个饱毒师叔 清高自傲的自己 如今竟会沦为 消炸勒索的绑匪 想想这一年多以来 自己的起起伏伏 人生真的就是一场戏 他越想 脑子里越乱 只有那两个最爱的人 格外清晰 最后还是想着 为了老婆 想着为了家 拼一把 夜深了 在小童家 这个昔日里 藏境有力的男人 看着属于儿子的 每一样东西 心如刀割 不知道 儿子今天还在不在 这个世界上 如果在 平常就怕黑的他 今天晚上又将在 怎样的恐惧中度过 此刻的他 体会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无助 我感觉 国际比儿子 实际上不同 我们皮比较糟 所以对爱喝的 这个 缺失的比较多 爱的爱是比较缺失 有时候 后他修拿 儿子很胆小 其实很胆小的 他在边面也很难拿 在外面也很胆小 可是儿子有点怕我 我都觉得 对孩子管理 如果孩子能得救 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身边 经常带他出去转转 这一夜 他无法入睡 也无力再想下去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 这痛彻心扉的疾患 彻夜未眠 孩子生死 滴水不漏 有人步步回营 玩具 黑洞 一个不经意的发现 打开丁山一角 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 一个匪夷所思的秘密 是什么让美满的人生 坠入深渊 黑洞惊魂 天网暗幕正在播脱 为了寻找线索 侦察员们彻夜未眠 但是从案发至今 嫌疑人一共就发来了 三条短信 并且拒绝了 和小童对话的要求 已经24小时了 嫌疑人的滴水不漏 几乎封闭了所有消息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个人活在世上 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间 肯定要和周围的人 事物 发生联系 这个犯案嫌疑人再狡猾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 想到面面举到 转机就在不经意间 悄然出现 中午11点半 当侦察人员 还在嫌疑车辆附近蹲守时 车主现身 看样子 他应该刚从对面的餐馆 吃完饭 手里还拎着 打包回来的食物 但是最让侦察员兴奋的是 在他手里拿着的 另外一样东西 小孩的玩具 看来孩子还活着 侦察员立即对该男子进行跟踪 发现 此人正向这座大厦的地下室走去 一切准备就绪后 民警们开始向大厦的地下靠近 进地下是一看 当时我们也没想到 那是放龙奴 然后里边还滴水 在那个大厦周围啊 上班的一些其他人 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下面还有防空弄这个事 只知道有个停车场 你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么多防空弄 但是对于阿峰来说 这儿却是一个 保留许多美好记忆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就在那儿玩 一直就在 我们属于那个铁路分局 小时候就一直在那个 铁路分局那个院里面玩 防空弄很早就有 然后那会儿我进行的酒店 刚好也在那个院里面 那种情况得特别熟悉 他多么希望 这一次也能有个完美的结局 黑暗中阿峰觉得 时间过得可爱吗 脑海里不停闪现着 刚才送饭时 同伴和孩子的那番对话 他希望是 他绑架他是最后一个 我当时我问一句为什么 他说 我现在被绑架 我知道绑架是很不舒服的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他说我希望不是这个意思 结果他跟我说 我说好 我跟他说 我说我保证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小朋友还把手伸出来了 小指头要给我拿个门 我等了 这一幕让阿峰的心翻江倒海 他不愿再看下去 也不想回答小彤 一遍遍问他 关于钱和生命 哪个重要的问题 他只希望 一切能够快点过去 希望自己能够快点 拿到那笔手机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民警们正在慢慢靠近 下午四点 民警们在反复试验后 轻轻地打开了防空洞内 那一扇厚重的大门 但是眼前的一切 就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我们活着大手电 进阁一照 哎 啥人没的 我说 这不没的人呢 然后再往前採 还有个门 一进阁他当着好神啊 当时我们还没遇到 在防空洞 再往那边渴 然后从他进阁以后 两拍都展开 展开到我们世界里面 当时我们一活着一紧 因为我们当时只有十几个人 如果一看都有三四个房间 我们以为一个房东进去 就是跟一个大厂子一样 对 避养厂守 没想到里面就是 一间两间的 是吧 隔开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么多的房间 孩子被关在哪一间 守护孩子的嫌疑人 又有请歌 大家知道 此时稍有不慎 透过不堪涉嫌 怎么拍啥 是一下子都往一个房间跑 还是分开 分散了怎么办 万一一个警察 面对三四个房间行员 怎么办 万一三四个房间行员 把这个小孩 当着人质 携车怎么办 跟警察对抗怎么办 我都要考虑到 两个劲 迅速 一定要迅速 侦察员们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 经过重新规划分组 开始以最快的速度 挨个房间 逐个角落 进行搜寻 虽然出境危险 但是 有一个格外有利的条件就是 墙体厚重的防弧度内 隔音效果归成好 所以只要动作轻 就不易被嫌疑人发掘 下面的比较隔音 我们在采取 我们在这个房间 采取过程 采取行动的过程中 有可能 他在某一个房间 他并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听不见吗 他房屋中的大门都是 就像六七人在修的 就这么厚的那种 那种食材 听不见了 比较隔音的 整个防空洞内 初期的安静 每一个人都全身贯注的 紧紧盯着眼前的 每一个角落 绝对不能让意外 在自己的手中发生 我说一说 我们当时啊 做了这么多准备 我们想了 这个小孩解救 是迟早的 但是就怕 在解救过程中 出现大的变化 知道吧 怕范晓先生狗一跳起 2012年11月10日下午6点 在经过一天一夜的不信努力后 樊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 终于在这个阴暗的防空洞内 将小童成功解救 同时将两名绑架小童来犯罪协议人 当场抓捕 就在警察突然出现的那一瞬间 阿峰还真正感觉到 什么叫彻底绝望 坦白地说 在电梯上那会儿 绝望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八点了 尽管受到了惊吓 最终安然无恙 走出防护洞的小童 和爸爸妈妈紧紧相拥 气急而泣 而同样 刚刚从阴暗的地下 走出来的阿峰 此时抬头看着这一抹温柔的月光 都让他感到是那么的刺眼 在对阿峰的审讯中 侦察员们倍感惊讶 谁也没有想到 眼前的绑匪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用我们本地话说 一般人做一个正常的来风 都不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但是这样的人干 家庭条件好 高权力 他做这个事情 我一般不知道 他为什么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 他一句话就为了钱 但是为钱不可能做出这样 这么大 这么伤天害你的事情 其实有的是阿峰自己也没有想通 阿峰告诉警方 近一年以来 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大的变故 由于经营不善 去年开始他的生意出现了危机 而且每况日下 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这个资金链断了以后 我牵扯的几个 几个金项 我们都要收钱来 然后之前 进来之前也是在 从财东墙古西墙 还有银行贷款 借的有高息 其实 即便是从头开始 头脑精明的阿峰 也绝不至于狼狈不堪 可是 已经习惯了风光 习惯了享受的他 不愿面对眼前的现实 于是 他就开始到处想办法找钱 依次偶然的机会 他从别人那里得知 小童父亲的生意做得很大 这股刺鼻的钱味 顿时吸引了阿峰 他决定铤而走险 通过绑架热索 从小童身上 弄出一笔钱来 挽救自己的事业 想过很多次 然后觉得不能做 然后就停下来 过那时间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又想起 还是做 不做 反复的犹豫了很多次 但是 他身体里跳动的 那颗阴暗的虚荣心 却在一遍遍告诉他 不能输 在走上这条不归之路的时候 他忘记了 无论顺境还是绝境 无论受过专业法律教育 还是仅仅堵的一点点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的朴素真实 任何时候 法律的底线 绝对不容逾越和突破 其实人到绝境的时候 倒能想出很多方法 现在 进来以后 回想起来 倒是还能 还能有其他的处理方法 不用选择这条路 但是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任何一般的孩子 他都有一种 这种侥幸的心理 当初也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如今 小童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学业当中 回忆起那天的事 谁也不会想到 在防空中时 小童一直让绑匪去给自己买玩具 那是聪明的他 在为自救 想办法 然后他们 大白都上买陀螺 我妈经常在这挂 有可能会碰到他们 这样 既然既然留到线数 也可以给我买陀螺 这样不是一斤两灯吗 结果 恰好是 绑匪手里拿的这个玩具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才有了最终的成功解救 小孩 还是挺勇敢的 挺开心的 案件已经尘埃落定 等待阿峰的将是那些年 他熟读的一条条法律的严惩 此时 后悔不已的阿峰 终于可以回答 在防空洞中 九岁的小童 反复问他的那个问题 钱和生命到底哪个重要 其实 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快乐的活着